各位朋友大家好 又是我愛丁寶蘇社 大家好 很開心大家都點擊進來看這段影片 是時候要回香港了 是時候回去做什麼呢 第一當然是探家人 因為你要知道 隨著年紀越大 你就會更加去珍惜 和家人的那種相處 科技一天千里 你可以Facetime、MossApp 都可以視像對話 但是總不及見面和他喝一杯茶 一宗兩見 甚至是和他逛逛街那種快樂 希望他能夠看看孫子 順便看看我 最主要的原因都是希望能夠探家人 第二當然是希望能夠和家人有一個放暑假 放暑假的時候 香港的朋友多數都是去亞洲不同的地方 最近日本的紫水都比較低 所以都希望能夠去日本吃下東西 或者是游三碗水 放鬆一下 當然是希望能夠見一些親朋好友 有些朋友都一年沒有見了 中學同學、中學同學 甚至演藝學院的朋友 都能夠聚一聚舊 當然就是要在香港吃好東西 你看到這隻貓 給大家看看這隻貓 我每次拍片他都來Show up 他每次都是來 是不是想拿東西吃呢 我沒有東西給你吃 嘩 他不斷叫我 他不斷叫我 我正在拍片 待會再跟你說吧 好 當然就是要回香港吃好東西 帶小朋友去吃香港地道的食物 雖然來到英國很多東西都可以叫做自己煮到的 但是有些東西真的煮不到的 是不是 就是西貢熱騰騰騰的菠蘿油 又或者是碼頭賣的那些的魷魚乾 甚至是大埔區街市的那些的魚蛋粉 流浮山的海鮮等等 其實真的很多很多好東西吃的 所以都希望能夠回香港吃好西 去支持一下我過去中學的一個音樂劇 因為他們是兩年一度的一個英語音樂劇 雖然今年我不能夠再擔任導演 但是我兩年前都跟他們說 我兩年後都一定會回來支持你們 所以這次七月都希望能夠兌現到我這個承諾 英國都生活了兩年 其實愛丁堡這個地方真的很漂亮 很多朋友來到都說 好像童話書裡面的景色一樣 是的 我贊成的 但是我自己都面對很多不同的思念上的困難 由開始冬天的那種天氣 那種的嚴寒 那個不見陽光的日子 然後再到食物上的不適應 當然在工作上都會帶來一個很大的不同 由在香港教書來到這裡做超級市場 甚至是泰式餐廳的適應 都是比較體力化的勞動工作 那學不學到東西當然學到 但是對於我而言都是一個新的挑戰來的 而我都很感恩就是都在過程裡面有所磨練 有所學習 而也都感恩上年的時候找到一間中學 在裡面去支援學生的學習 所以在英國的生活有苦亦有樂 也有些朋友在這個地方生活的時候都會覺得 找工作上面很困難 又或者可能都會質疑自己自己的選擇 或者工作上面未必能夠找到滿足感 甚至可能連面試機會都未必有 那是很困難的 只能夠說的就是除了家庭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之外 去到不同的地方生活 都是面對著不同的東西 但是當中有得有失 有些朋友選擇離開了一個地方之後 會不停地去批評 去希望這個地方變差 但是我卻是恰恰相反 這個地方帶給我很多很多的東西 也都帶給了我很多很多美好的回憶 很多很多我所珍愛的人和事 如果給我選擇的話 我都希望這個地方是能夠變得越來越好 這個地方生活的人是能夠變得越來越快樂 越來越幸福 每個人他的想法都不同 每個人所背負的東西 或者他所經歷的東西 也都是不盡相同 不能夠一觸光打一船人 也都是要尊重每個人的選擇以及決定 我經常都覺得人的選擇 在上帝的眼中 只不過是一個特定時空裡面的一個決定 上帝有他的時間表 上帝在一個特定的時刻 突然間去叫你去做一些的事情 正如摩西在一個曠野裡面生活了幾多年 誰知道上帝突然之間叫他帶以色列人出埃及 但是那個就是上帝的叫做 我的人生會怎樣呢 接下來人生的下半場會怎樣呢 繼續摸索之中 有一件事是相通的 就是無論你去到哪一個地方環境都好 都是要繼續去愛人 甚至是愛你自己 這件事都來得是很重要的 唉 這麼好的天氣突然下雨 這個就是蘇格蘭了 一天就有四季了 我都是色形之中 好了 講到這裏 香港見了 好嗎 拜拜